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讲拉开了安全距离 大家心里想 现在要再破万八 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 可是那量不够 你也认为不用太过的担心 现在台股量缩 税步冲高 是不是成为目前大盘的惯性 那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跟提防的地方 对 没错 我想今天可以涨 大家应该蛮意外的 因为你看到今天来讲到 其实香大士大 尤其非凡跌了1%多 对 虽然是跌的 所以大家还没开盘之前 就想说完蛋 应该半导体或电子股 应该有可能会落了 对不对 结果没想到 还是拉半导体 这一些台阶线大联盟的 所以我就跟大家报告过 其实因为 非凡涨比我们真的多太多了 他们今年以来涨45% 对 没错 那台股的这些半导体 说真的涨的幅度 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小 所以你看外资的部分 我就说 在连续6天出现买超 我已经买700多亿了 对 700多亿了 昨天买了200多亿 对 所以你看外资 不想帮价 他还是要继续买 那我觉得 现在你看这种现行来讲 至少你会觉得 相对上来讲 你会比较乐观的 因为就是从18000 离这个地方 下面有支撑的 对 线型的支撑 军线的支撑 再加上其实说真的 量缩的状况之下 我一直跟大家讲 这个是代表筹码安定 对 就是说现在筹码是安定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在 因为快放假了 三天嘛 三天放假 所以大家不太想玩 所以不太想玩 状况之下量也没出来 结果指数还慢慢的涨 其实现在没买的人 心里会痒痒的 对心肝 一点感觉 我应该元旦了之后 还不买了啦 或许真的有些股票 其实最近都已经开始上来了 好 那我跟大家讲 指数它还是新金涨 金融涨的意思就是震荡走高 震荡走 震荡走 那股还是会有轮动的机会啦 那只是说因为 现在量真的是很低喔 今天不到2400亿 对 所以当然它没有办法 整个去做轮动 可是我个人认为 其实元旦过后来讲 应该是会有机会3000亿啦 甚至比3000亿多 也只要可以攻上3000亿以上 量可以放 其实传产跟电子 就会有更多的股票 加入我们的 传产 电子 甚至金融 也没有机会呢 我们就看一下最近 放假的外资 在买什么东西好了 尤其昨天外资 买超商说最多的是联电 买超金额最多 一半以上都拿去买的是台积电 今天张力老师 你今天大盘的状况 跟元月之后的选股的方向 你特别要从外资的角度 跟投信的角度来告诉同学 对 没错啦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大家可以发现 当然你可以看到 最近这六天 因为最近这六天 前六天外资开始买超限股 所以难怪你选这六天 对 我这选六天 那你看一下他买什么 开发金 联电 台积电 中信金 真的是金融 是金融 半导体 那这个是另外的 那这个也是比较例外 其实前几档你发现 我跟大家报告 其实大概外资都是这样子 他去买联电 台积电 那这个跟费比较有关 那为什么会买开发金 国泰金 中信金 跟兆风金 其实很多人会觉得 是不是高股息殖利率 是不是它本益比很低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以现在的金融股来讲 其实目前美国的金融股 并没有涨 你可以去看摩根大通 摩根史丹利 这一些的股票 或者是你去看花旗银行 其实花旗银行是跌了一段 其实外资在这个地方 相对指数位阶高的时候 他去买金融股 其实说真的 我个人觉得 他不是看好金融股 他假如看好金融股 他去买摩根大通就好了 这是投行不是赚钱更厉害 对啊 买中风金干嘛 对不对 我的意思说 这个理论上 他就是在期限货的价差交易 或者是套利交易 所以当他买金融股 又买台积电 又买联电 这种全职股的时候 其实他告诉你一件事 这个大盘不太会跌 会震荡走高 所以当初 所以这个不是叫你去买赵风金 而是看出来外资在想什么 对 没错 那你看现在到今天为止 外资的未平常量 是不是净空单只上两万三千块 对 是相对低水 所以你就知道 他心态是偏多的 所以我跟大家报告 台股现在会比美股强 对 会比美股来得强势 除非美股真的连续性重挫 那当然台股位 只要美股撑得住 其实台股会相对强势好 那它卖什么 它卖中钢 卖友达 卖中鸿 大成钢 钢铁骨 对不对 玉民 华航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其实大家在讲 其实我觉得它的操作逻辑 有点概念就是这样子 你看罗素两千 其实罗素两千这一波 它是破底的 是跌破了近期的波段 低点之后再反弹 那罗素两千它代表的 就是一个中小型的概念股 那其实费半跟S&P500 S&P也代表比较大的 所以代表什么 其实中小型的股票 在美股的部分 其实表现并不太好 它们是靠一些 比如说NVIDIA 高通 博通 这些相对来讲 比较大的在 所以它 你有没有发现 它卖中钢 为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它卖的东西 很多都是景气循环股 中钢 钢铁也是景气循环股 尤达其实也是 中鸿也是 大成钢也是 玉民也是 对不对 连华航其实都是景气循环股 只是说大家对于 未来的解封的一个部分 那雅尼的部分 当然也是相同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 其实外资的部分来讲 其实现在来看 对台股是偏多 可是在操作的逻辑里面 其实它是不一样 就是很多人看好 很多的传产 可是其实外资的操作 最近来讲 这六天买超的其实都不是这些 好 那另外外资的 最近六天买超呢 赵玉老师特别从外资这六天 进出的状况 告诉大家 加目前的思维跟未来选股的方向 但是那一支倒是比较力挺台股 今晚它这几天是有做调节 可是总体而言 它是买多余卖 那我想问赵玉老师 你昨天又讲到啦 其实要追投信的股票 不是说现在去追 它连买很多天 而是选它刚买的 或者是它可能有机会转买的 是比较保险的 那我们从投信最近五天的买超 或卖超牌 我们看出什么样的一个投资的变化 对 没错 你看 在投信的部分来讲 它反而是 很多都跟外资反过来 你可以看到 几乎它都是买这些 真的是反过来 对 投信在最近来讲 有可能我个人觉得 有些中小型的股票 在之前它买多了 涨幅很大了 所以它真的针对特定的股票 它进行所谓结账的一个部分 因为毕竟赚多了嘛 所以它反而去买这些 比较没有涨到的股票 你有没有发现 我觉得它是有比较用台湾人的概念 那外资的操作 它是用比较全球性的一个角度 它去买比如说 我未来成长性我看好的 那基本上是这样 那投信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基本上 它就用比较内资的一个想法 那它卖人 你比如说像开发金 其实它也卖友达 也卖华航等等这一些 那当然这些张数相对比较大 可是其他张数相对上来讲 就没那么大 对个股的影响性来看的话 其实说真的没那么大 那投信的部分我只能跟大家讲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投信的结账 要结账或要拉台 其实投资人会分不清楚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 很分歧 一下子涨这边 一下子涨那边 一下跌这边 一下子拉那边 因为大家不知道 那没关系 你等到结完账 就明天了对不对 等到元旦完之后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一些中小型股 就投信想要开始布局的 我相信就会开始拉 那时候的方向 可能会更这样的美 因为真的看不出来 现在就是外资买的投信卖 然后外资卖的外资买 那看来 如果说我已 外资这六天 放假都来回补 这个心态来看 它似乎是对于 半导体的部分 它是认为 明年的成长性高 要来赶快积极的卡位 的确今天就连连电 有个最新的消息 连电要抢进第三代半导体 跟比利时合作 投入淡化加功率元件 设评元件 这有没有可能是 外资最近买超的原因呢 另外第三代半导体的指标 本来看一下这档个股 是2340的光磊 改名为台亚半导体 它今天表现就比较稍微的弱势 拉回幅度蛮深的 公布11月份的 字节税后财报 我想问一下赵立老师 您认为它这财报的表现如何呢 难道它已经走完了吗 回头第三代半导体 如果它转弱的话 会不会整体的气势 就开始有点小轰 没错 其实第三代半导体的部分 来讲到 其实一开始是涨汉磊 这一些股票 然后之后慢慢的 才涨到台亚半导体 然后其实你看汉磊的股价 就知道了 中高之后就开始回挡修正 其实这跟基本面有关 因为前几天 我也跟大家讲过 成长性很高 可是产值不大 所以短时间而言 它因为这一波段的大涨完之后 营收获利数字要 马上要出来 说真的没那么快 你去看汉磊的营收跟获利数字要 你去看 它的公布0.2元 其实说真的并不是 就还好收手 你以现在的股价来讲 它就真的很非常普通 可是今天假如三四十块的股价 以它公布这样子 其实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 台亚的部分来讲 其实应该会走汉磊的路 你看一下3707的汉磊好了 3707的汉磊 因为这种就是股价 波段的大涨 你把它缩小 其实股价就涨了一大段之后 其实涨到上面之后 因为营收获利数是上不来 所以就进入中断整理 那你看一下2340的 台亚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也相同一样 因为它是后面才涨的 后面涨的股票有时候都会比较凶 因为赶进度你知道吗 就赶进度 其实我觉得这一段来讲 说真的应该会回档修正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买 你要等待回来到平台附近 再进行考虑 因为它的获利数字 营收的数字器 你去看10月11月的营收数字 是越来越差的 我觉得可以等待拉回 当然未来的展望是不错的 好 那到不早 现在就是获利收数字呢 今年第四季表现很亮眼 明年第一季也不会衰退太多的 那可能就是半导体族群 对 没说半导体族群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下一页 你可以看一下 其实台湾 半导体的部分来讲 练就了防御的绝招 当然路透27日发布 台湾今天成为中美的交锋前线 对 没错 好 那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你看一下他讲说台积电 最先进半导体的制造 对当今未来尖端数位装置和武器 至关重要技术 这类晶片占全球团队90%以上 意思就是台积电高阶的晶片 大概占90% 所以你看以这样的情况来看 当然很厉害啦 那另外的 Samsung的部分来讲的话 跟现代它要组晶片的联盟 也是要抢了啦 对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的部分 好 可以 好 那你看一下 那黄松人又出来呛了啦 半导体低端就大叫 对啊 那股票上贵这都不涨 对啦 都不涨 好 没关系好啦 那你可以啊 14档半导体或外资 最近也都在买半导体 好 来 我们再下一页 好 今天半导体设备股 好多档都供到亮灯掌听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 特别点的几档 表现都非常的飘悍 有人创高了 有人还没 创高的还可以买吗 那还没创高的可以布局吗 对 其实我觉得 你像三福化生意这些 当然上来之后 其实慢慢的 你像金领这些 中美金 中沙 星云等等 掌停板再创新高啦 其实昨天我也跟大家讲过 在站在星云这一块来讲 其实从半导体的细星云 从中美金 从那个环球金 股价之前都拨断大涨之后 其实这个算相对低估啦 那当然两个在做比较 其实昨天跟大家讲 在星云的部分来讲 破例能力比较好 对 又更好 股价相对上来讲 又偏比较低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今天也拿出了 掌停板的一个走势啦 我想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的 好 那个半导体设备股呢 已经群起表态了 这个小老弟跑的在前面 就等台积电元月份 有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发动 但是元月份有两件大事 一个说是1月13号的 台积电法术会 大家都很关心 对于第一季的展望之外 还有大力光呢 也要召开法术会了 大力光呢 这个第一季期的股票 之前抢涨上来之后呢 让苹概股呢 带来一点的希望 尤其苹果的股价 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强势 张力老师你认为 苹概股有没有一些表态的空间 对 其实苹概股的本益比 当然相对上来讲是比较低啦 那苹果的股价 创下历史新高的水准 大家其实有没有发现 最近 今年以来 大家不太操作苹概股的部分 其实最主要是因为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一个逻辑 第一个来讲是因为 大家认为Apple的手机来讲 它卖的就是每年都差不多 你假设啦 假设它能卖多出多少 成长性会相对上来讲比较少 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 在所谓的红色供应链的部分 因为它像力讯做主张的 有可能慢慢会侵蚀掉 比如说像华硕等等 红海 河硕等等 这一些的代工的一个部分 所以红色供应链 对于这一些所谓的一个 台湾的手机的供应链 确实会产生一些的影响 所以你挑选平开股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很简单 就不会被大陆人影响的 就是大陆现在没有在做的 大陆现在打不进去台湾的 那其实很简单 第一个 惠特也是嘛 不过这个说真的 我个人觉得 它是设备的部分 主要是miniLED设备的部分 那我相对上来讲 大陆也没办法竞争嘛 那光磊之前涨 其实有一块感测元件 因为大陆感测元件也很差 那光磊的部分 它也是Apple Watch的 主要的供应链 好 那另外一块 其实我觉得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 台表科的部分 为什么 台表科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打件没有错 可是它是miniLED当中打件的 之前传说力讯要介入打件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很难 你以为miniLED的打件 是普通的一般的打件吗 这个非常的困难 那良率 良率要跟台表科比较 真的非常的困难 差打结 对 好 那你看一下 去年EPS 7.5 7.5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 今年前三期而已 就已经8.2了 是不是出现成长 好 那股价大概120 那其实以今年预估 摩根大通它预估 今年大概12块钱 那明年预估17块钱 目标价是195 这是摩根大通的预估 所以我觉得就 以上的情况 何况miniLED的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在前几个月 是iPad出来 然后之后MacBook 因为MacBook这些其实都缺货 因为之前有消息传出 比如说MacBook的这些IC的部分 因为iPhone也缺货IC 所以它就把这些的东西 让给所谓的一个iPhone的部分 所以你要想 现在MacBook还没出货的 没有那么顺的出货的状况下 已经赚这样了 对 已经赚这样了 然后11月营收已经创历史新高 所以慢慢的越来越顺之后 它12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预估啦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 是相对蛮安全稳健的 好 今年很多的瓶盖骨 受到这个长短料缺货的问题 其实出货没有 像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顺利 但是营收各货率表现 已经慢慢的垫上来 假设后续在缺料状况的 慢慢舒缓之下 这些个股的爆发力 大家就可以多做留意了 如果说你对操作 明年的主流族群 包含了半导体货瓶盖骨 任何想法的话 欢迎在口画面上 我们赵丽老师的大头娃娃 跟她加个LINE 搬着持股问题 跟她请教还要讨论了 我们赵丽老师